所以一个人白天你要精神好 要阳气足 你才能够做事情 到了晚上你慢慢要晕起来 要让他冷静 然后才可以好睡觉 天是阳 地是阴 有没有会颠倒呢 大概不会吧 人活着 叫做我还在阳间 人死呢 对不起 已经归阴了 就叫归阴了 有没有人死了 说他归阳了 有没有归阳了 那到哪儿去了 死了就归阴了 这很自然的现象 活着就是阳气要足 好 我们看完外面 再看看里面 那就更有趣 你把手伸出来 我问你哪个是阳 哪个是阴 手心是阳还是阴 手心是阳 没有人手心是阴的 手背才是阴 手心手背 都市咒 都市咒就表示他归一 你说我不要手背 那手心也没用 不要手心 手背也没用 他阴阳是不能开的 那我们打手心 有没有人说打手背 来把手背给我打 那很残酷嘛 打手心是爱护他 打手背是折磨他 你还不一样 手背打起来很痛嘛 手心他肉比较多嘛 而且他是断得快嘛 各位小姐把 你生回来 这个他瘟不了 前面活动性比较大的叫阳 这活动性比较不厉害的 缓慢的就叫阴 因为像这个人很奇怪 人的脸如果朝这边的话 你那个活动脸一定朝这边 没有人说我手心动不了 我手背很厉害 那你手背 你要抓自己的鼻子嘛 你还能拿东西嘛 这非常好的配合的 那这两手 哪一手是阴 哪一手是阳 你不一样是手 怎么忽然间又变成有阴有阳 很简单 你常用右手的 右手就是阳 比较笨拙的 这手就是阴 我是用左手的 那我左手就是阳 这边就是阴 它是相对的 还有更妙的 大拇指是什么 是阳还是阴 大拇指是阳 那阴呢 四个手指头就叫阴 你慢慢有体会到 哦原来阳就是基数 阴就是偶数 凡是天底下的树啊 成酸成对的 偶数的都叫阴 单一的都叫阳 一三五七九都叫阳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头是阳 脚是阴 因为头只有一个 它是基数 所以叫阳 脚有两只 偶数就叫阴了 你慢慢听到现在 你就发现一切都是向自然去学习 我们不再做人为的操作 我们很少 大家有空 常做这样的动作 对你身体非常好 非常好 因为它会使你的 全身的经络 都带动起来 所有的神仙 都是我们造的 谁造的 江子牙 江子牙造的 江子牙封了365个神 封到最后 自己没有位置摆了 你能封自己是神吗 你可以吗 所以很多人就笑他 你封了半天神 结果我们都当神了 你自己没有当神 江子牙封为吃亏 没有吃亏 这一句话是 所有中国人都应该知道 你有什么吃亏的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有什么委屈的 因为一句话就替你解决的嘛 公道自在人心 江子牙一笑说 公道自在人心 你看我们现在家里面 挂的红灯笼 就是江子牙 我们一块石头上面 刻的江子牙在此 百无禁忌 那它到处都有 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些 你就知道 你活在中国 你怎么样过这个生活 你是全世界找不到的 我们都清楚得很 江子牙 它是人物之里面 举出两个人 它是其中的一个 人物论告诉我们 做一个人 你的价值在哪里 最伟大的人叫什么 两个字叫国体 体面的体 就是它是国家的代表性的 体面的人物 叫国体 只有两个 一个伊尹 一个江子牙 他提出三个字 第一个叫德 叫做德 我们今天真的把德都丢光了 所以才这么辛苦 什么叫道德 不是一般人所讲的就是道德 那讲那半天都没有用 这个道德的德 就是德式的德 你得到没有的德 你按照道去走 有所得 就叫做道德 其实是这样解释的 我反正按照道去走 我被杀也是德 我一毛钱没有赚 还是德 现在没有 现在赚钱才算是 德 没有赚钱就是失 难得回事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有时候你没有机会 你还很安全 你一得到机会 你后面问题就大了 多得很 最近有一个人 地球了不起 他 钱财政 中了六亿 你看中文修养就这样 不管是瓜也好 是对酱也好 对 越是重的 他越是装的 没有重一样 怎么那么 买多少次都没有重 就这样重了 不会那么傻瓜 说重了 不会 有没有 也有 也有那种人 你看他讲重了 回去几天几夜睡不着 非常后悔 因为所有不认识人 都说是他的亲戚 就开始要钱 要借钱 我仔细的简单例子 就是让各位去了解说 到底是中国人的方法 占便宜 还是西方人占便宜 你自己可以 可以衡量 最近有一个人 中了六个亿 六亿 但是他始终不入痕迹 等了很久才去领 在家里面 不让小孩知道 他说小孩 一直到我有六亿 他整个人完了 把他毁掉 我让他不知道 过同样的生活 但是我这个将来 会照顾他 现在不能让他知道 这就是道德 这样就叫道德 其实我在大陆 经常讲一句话 我现在有钱人 第一件事情 你做的是什么 就是害你的子女 你没有钱 你怎么会害他 你想害也害不了 你没有资格害了 有钱人就开始来害了 事实是这样 你看有钱人的子弟 几乎很少说有出息的 各位可以从这当中去了解 为什么 就是你怎么讲 他不会听你的 大家会不会觉得 小孩子不如大人 其实刚好相反 人生出来的时候 是很灵光的 是越大又不灵光 你跟那小孩一生出来 他会跟神明说话 他会笑 他长大以后 我们教育告诉他 那是怪力乱生 那是迷信 搞得他不灵光 所以老实讲 当老师的人 要好好检讨 一个很灵光的小孩 被你们这些 有执照的人 教到一个也不灵光 然后开始骂他 笨 这就叫学校教育 我们真的应该从幼稚园开始就要去调整 老实讲教改方向错了 老师没有问题 因为当老师人多半有爱心 教法没有问题 查不了多少 不必专做文章 我们要紧的 是我们的教材出了问题 我们的教材完全是对小孩不利的 大家从这方向可以去调整 那当然要调整先从自己开始 人一生下来 你就把你这一生 整个都设计好 那就叫天命 天命是先天带来的人生规划 但是一出生忘记了 我倒请问各位 一出生忘记了是好事还是坏事 如果人一出生就会说话 就会写字 那不是很方便吗 不对 刚好是相反 上天有好生之德 就是让我们明明有一个很完整的计划 可是从妈妈的产道生出来以后 他什么都忘光光 上天的好生之德 就是让小孩不会说话 为什么 太简单了 因为父母是我们自己选的 我觉得有些人他乱写书 他害死多少人 是父母好像自己喜欢玩了 然后把我们生出来 没有那回事 是我们排队排好久 选了半天才选上的 那你当然要孝敬父母 如果不是你选的 你孝敬他干什么 我们 为了我们的人生计划 要能够实现 我们就开始去看 哪一对父母 最能够满足我的需求 但是要来排队的人很多 准那时候也要按照一个次序来争选 大不容易选上来 选上了以后 你要干嘛呢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要生死之间 要去了解说 我没有生以前 我为什么选这个父母 我这辈子他干什么 不太简单 当然很简单 我们会选这个父母 只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报恩 一个报仇 那请问各位 你当父母 你会不会去看 我这小孩是报恩报仇的 答案是你看不懂 你永远看不懂 为什么我们的学叫玄学 我们很少用科学这两个字 就地狱宙之间 本来就很玄的东西 老实讲 当一些说清楚讲明白 他就已经不对的 说老实讲是这样 我们选这个父母 所以父母会打我 是因为我有需要他打 我才会选他 对不对 我本来是要报仇的 被他打到不肯报仇 有没有 有啊 那你不打他就报仇了 所以现在我是学教育的 现在怎么教育心理学 教育心理学全错了 哪有这回事 我们后天的目的 是要什么 是要让他有所改变 这是我们第三句话 叫做我命由我造 我的命 是我自己在造 为什么要到 请问各位为什么要到 因为时间 不是我们所认识的 说这是过去 这是现在 这是未来 没有 过去 现在 未来 都在这个时间里面 所以你这辈子 如果把你的 人生规划改变了 就把以前老计划也改变 把未来改变了 都改变了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中国那么重 是修 你这辈子来 如果没有修 你下辈子 还是跟你这辈子一样 这样叫做 人是习惯的动物 我有很多朋友 专门到 监牢里面 去跟他们 讲一些暴力 讲久了以后 都跟我讲一句话 我听了也很感动 他说那些人 你怎么看他 都不像犯法的人 你跟他谈 他觉得我怎么会犯法 但他就犯法 为什么 因为他上辈子 就犯这个法 这辈子他又犯这个法 所以一个距离 你没有什么需要 同情他 因为他三辈子是距离 三辈子还是距离 如果他不改 他下辈子还是距离 不管你出生 在什么个环境里面 最后就走断 距离这条 所以人 这一生 不管你的计划是什么 你是要来改变你自己的 修身就是改变自己 你不改变也可以 不改变就是明南华说讲的 欧喜滴滴 滴滴滴 滴滴滴 又来啊 那你要改 你一改就是前后全都改了 一次性就改了 怎么修 怎么修 易经给我们三个字 第二个叫做上 上就是向上修不要向下修 我想现在大家都喜欢向上修嘛 对不对 你GDP向上修大家都高兴向下修 脸都绿了 上 各位才知道中国人非常求上进 没有一个人例外 你随便去问 你求不求上进 他那个脸都很难看 我不求上进 你要问这种话 当然求上进了 还能不求上进了 但是第二个字他就告诉我们 要止 是可而止 你把上跟止 你可以看就是多这么一树而已 那到底要进还是要止 它就一个正 你看上面就是个正 再加一横就叫正 你的方向是正的 你不断的往上去修 加上一句话 做到什么地步 就算什么地步 这个是最了不起的 每个人条件不一样 生成八字完全一样的人 命运会一样吗 不一样 为什么 他还有后天的很多因素在里面 不一样 不一样 因此 我们要一个认识 我们的未来 是我们自己在决定 我们要不要改 以后我们自己在决定 最后那句话是最要紧的 没有人可以改变任何人 人生以什么做目的 你真的要很快乐 你真的保持心里的平衡 他说一个人 你的价值 不在乎你做多大的官 不在乎你赚多大的钱 不在乎你有什么 什么都不是 在乎什么 在乎你尽了多大的责任 这才是欲经人 根本禁止 人是为尽责任而来 没有权利义务 完全没有权利 那我们满脑子都是权利义务 那自导苦恼 谁有权利 导向谁有权利 你的义务在哪里 这样各位才听懂 我们那些做官的 你问他说 你想干部长吗 我怎么想干部长 我才不想干呢 那不想干为什么来干 没有办法 这是责任问题 他最后都是责任来当的 我什么味道跟明媚干什么 听起来不是很假很假 实际上他是真的 外国就觉得 你们中国人在讲什么话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不要问别人 你就问何社长 你现在干嘛 排名那种尽责任 干嘛 你随便就问中国人的话 你到底干什么呢 干什么 没有一个人会告诉你 我会赚钱 没有 这是非常彻底的一个 我们今天要震撼教育 震撼教育 比他老师更厉害的 人一生真的要赔 要碰到好老师 可是今天不行 今天有这样的老师 他就被学生 夹着告啊 告到哪里去啊 那就完了 这个社会就完了 我们都是尽责任来的 没有什么好享福 因为人本来就不应该享福 因此我们就尽到 第二个自然规律 非常简单 我们今天能够过什么样的日子 不是我们有多大忍耐 都不是 而是我们的祖先 有多少的避因 我们在享受 祂给我们的避因 如果你在你这一代 把它都享受完了 那你子孙就完蛋了 全完了 他恨死你了 他前几代 你通通都给我搞光了 我都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留一些福 给我们的子孙 那他讲的想起来说 我爸爸还不错 就够了吧 你看所有的朝代 你会发现 把祖先的印 用完以后 这朝代就灭了 就灭了 没有一个例外 我不相信哪个皇帝 起来想把它干掉 做坏 哪个皇帝都说 我这一任 要把它做好做好 做不好就做不好 为什么 祖先的避印 到你身上 结束了 没有 宇宙是个大信息王 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 你一发意念 那边就有记号 就马上就清楚 谁都骗不了谁 但是我希望各位记住 自然是没有功过相敌 这一招的 没有 那是人造出来的 没有功过相敌 不可以功过相敌 功一定有赏 过必发 没有人例外 因为人到最后 你临终的时候 你会倒蛋 倒得非常快 你从小出生 一直到现在 快速的倒蛋 你三岁的时候 打着隔壁一个 拳头 这时候那个灵就出现 你同样的部队 同样的部位 同样的一道 啪一声 打你 这对不棒的手 所以不要要求说 我功过可以相敌 所以我过年 有很多人过年 塞了一百块一大堆 见神就给 见神就给 就准备 今天要做坏事的 我先打点好吧 然后再尽量做坏事 那没有用啊 神看来都好笑 来这波 那我变贪官了 其实你把这些 搞得很清楚以后 你不会走上那种路 你怎么会 你看人临终的时候 那个脸上的表情 变化无情 到了最后 你会发现 前面在等待你的是谁 如果是怀疑你的 你自然就很平顺 如果所有人说 来哦 战掉了哦 那就可以难看了 这非常容易 实证的事情 接着什么 迷信 人在没有死以前 一定要对死亡 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好